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郑远 今天咱们给大家展示宋天居南的Super超级系列 这三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超大型号 然后今天是很不容易把这三个都集齐了 所以就跟大家一块来把这个视频展示一下 一块来领略一下居南超大尺寸 给咱们带来不一样的风采 居南他是一个研磨达人 他的研磨技术非常非常高超 他也是因此而出名的 他的作品往往都是很有张力 非常非常不像日本的传统的刀将那样 你可以有机会去日本刀展画 你可以看一下日本整体的所有的设计风格 都是美系的拉布里斯那种风格比较多 猎刀比较多 很少像有居南这种日式战术风格的 他是把这个招牌打得非常非常响亮 OK咱们话不多说 开始展示咱们今天的第一把 也是最大的一把 这个型号是KM415 它的名字叫卡塔娜 在日语词里面就是武士刀的意思 但日本政府为了保护他们的文化 所以他是有一个明文的规定 这个武士刀必须要使用浴缸 而每个刀将每个月会配发两把浴缸的材料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现在被严格的保护起来了 所以说呢 居南这把刀它是一个单体缸的 就不是浴缸的 因为他用了他自家的这个OU31缸材 所以这把刀在日本市场上是不能销售的 这个刀只做于日本其他市场上的出口 当然有人说这个练居合刀的 他们那个刀不是也是那个魔灶刀吗 就是铝合金做的 那个是例外 然后咱们这把刀呢 它是一个很很很难得的情况 我是大概在16年下半年的时候 我找居南先生去订这个刀 然后他到今年现在18年 18年下半年给我交了六支 他说Lisa你这个订单好了 然后我就开始把这货拿回来的 很难得很难得 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大尺寸的 他不愿意做或者说很少呢 其实大家会觉得对于他来说不是磨刀吗 对吧 就是他磨哪个不是磨呀 因为是这样子的 这个大尺寸的刀 它的制作难度和小尺寸的 是绝对绝对不是一个概念 更不是说这个小尺寸这么短 大尺寸这么长 然后难度就增加一倍 跟这个绝对绝对不是一样了 我问过工厂的一些朋友 就是在国内开工厂一些朋友 他们说他们工人 如果做小尺寸的话 是一天一个工时费 如果做大尺寸的话 又是一个工时费 因为整个大尺寸的刀 你在磨的时候 你这胳膊很累 好大呀 这个很累 而且这个对于他的研磨难度 还比较高 比如说你国内的一些制造的话 其实人工只需要做最后的认口处理 而松田巨南它是一个从整个钢板到开微到研磨到整个表面处理全部都是手工制作完成的 而OEO31的钢材的耐磨性又非常非常高 你如果有人磨过这个钢材的话就会知道这个钢很硬耐磨性非常好 国内有很多这个商家不是不是商家的就是刀匠他们用CPM3V的钢材做到那个钢材和这个差不多耐磨性非常非常高 磨一天都没有什么反应搞得你整个人胳膊都非常非常酸 就是因为这个钢材的耐磨性很好 而且这种大尺寸的刀我们可以从这里看一下这个刃是非常非常的笔直的非常非常笔直的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磨一个很咱别说磨出来了你就拿一只笔画的话你都很难去画直 但是你看他这个整体的这个完工度难度真的是太高了整个非常非常笔直 如果你在磨的时候手稍微哎滑了一点那这个刀就废掉了 因为你这个不能出来的刃是s型的哈对吧你肯定不能是s要是笔直的刃 这把km415的参数给大家看一下 km415猪鹿全长640刃长470刃厚是8毫米重量是867克也就是这把刀有一斤半而且它是一个双持的可以看到两只手吗 是一个双持的 握起来感觉非常好 而且看一下这款的手柄也是居南很少的他今年出了一款也是一个全包裹手柄了他这个也就是像日本50刀的一个模仿致敬吧 因为50刀就是一个全包裹手柄这种全包裹手柄有什么好处啊 你在进行劈砍的时候这种全包裹手柄它能够过滤到一些的震动 波板也会好一些 完美的日式波浪文烧刃 我这次一共拿到6只这是最后一只的啊 今天因为今天下午就要发走了所以我就留一个视频也是当做纪念吧 因为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只相当的漂亮 看看视频 谢谢 不用怕 西北 全长640公分的猪鹿 目前松前居南最大尺寸 也是最难得的一款刀 这是它的战术黑桥 太漂亮了 好下一把 这把是松前居南 除了斧头之外 最重的一把 这把呢是超级银龙 超级银龙 它对应的型号 因为它是超级银龙 它有一个普通的银龙 这个型号是km560 还有一个型号是km520 是一个小银龙 这个是大银龙 也是尺寸加大 双持 双持的重型砍 刚刚咱们看的那只km415 它也有一个小尺寸的 就是斜拆 那是km910 那就是一把单手的 这把560银龙 超级银龙 也是目前松前居南里面 分段研磨最大的一只 很夸张的一个刀割 整个前端的银龙 变凹膜 处理的非常棒 整个这边摸起来 就像摸一个鸡蛋壳一样 很天然的那种 很天然的一个圆形的过渡 就好像这是一块 一块刚长成那样的那种感觉 你不会觉得 这是一个加工出来的东西 放大一下 看一下隔人变凹膜的这个细节 松前居然两大特色 一个就是它的 所谓的这种金斑涂层 我们去想象一下 如果它的刀子 没有这么漂亮涂层的话 还会这么有产品的设计感吗 我觉得就跟现在来比的话 差得多了 最起码它就没有那种 整体的阵容感了 它现在所有产品放到一起 一看就很有阵容感 一看就知道是这个品牌的 识别度非常的高 第二个呢 就是它个人的研磨方式 个人变凹膜 这个在其他端架上看不到 而且它做的确实是漂亮 看一下手柄 一体龙骨 双持手柄 大的很夸张 给大家看一下这把参数 第二个 超级阴龙 KM560 全长590 刃长410 厚度是8个 重量达到了1290克 2斤半 非常非常夸张的重量 毫不夸张的说 就是你如果拿这把刀 进行一个 劈砍空气的动作的话 这把刀会把你带跑的 OK 咱们的第三只 KM430 苍龙 苍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型号 而且也是一个设计很科幻的一个型号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 这把刀咱们从这 截断 这就是手柄 依然是一个很漂亮的款式 对吧 就从这后面就是手柄的话 你觉得这个刀是不是很漂亮 也很夸张 大S刃 超宽的夹刃 看这个夹刃有多宽 基本上有这个刀刃的一半宽了 刃面的一半宽了 很夸张的一个设计 再加上后面这段 切刃 整个组合在一起 又夸张又怪异 前端像一个毛 非常像一个大猎猫 别人很有进攻性的一个造型 很夸张的一个防花草 这个呢 也是分段研磨 但它并不是 呃 个人变奥磨了 两面分段 它有一个巨大的破窗锥 这是一把单手刀 两只手是握不住的 最多一个半 很夸张的一把 这把是KM430 苍龙 全长560 任长380 任后一样也是8个 重量是1050克 2斤 可以注意到这三把的重量是差的不少 但是它们的任后呢 都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因为它的设计不同 比如说这个它就比较宽 以及它的尺寸会大一些 而猪磨呢 整个的任宽 比较小 比较修长 所以呢 猪磨虽然是最长的 但它重量呢 确实这三款里面最低的一个重量 还有它这个全包裹的手柄 也降低了一定的重量 一体龙骨的手柄就会重一些 这三把 您最喜欢哪个呢 在评论里面让我看到你 喜欢的话 请你帮我点 什么 素质小三连 OK就这样 再见